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还有这个孟玄先生 我其实非常希望孟玄先生能够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够统治台湾 能够统一台湾 让他也尝尝共产党的厉害 言归正常感谢这个呼召基金会 感谢李经济会长 李经济会长 谢谢主持人 当我看到这个本次的这个通知邮件呢 我乖巧的从里面找了七个问号 因为这个有一个邮件 他有他里面有七个问号 这七个问号都是关于这个十九大和这个习主席 习主席现在这个习主席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号是党内斗争是否就此平息 他说这个十九大以后啊 党内斗争是否就此平息 我的回答是千万别平息 继续斗下去 第二个问题是习近平在这个极权的路上会走多远 那我的回答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不要朝两边看 一直往前走 第三个问题呢 是习近平能否打破这个集体领导啊 七上八下这些规则 我的回答是习主席你要加油 十九大做不到 二十大做到 继续做 如果二十大还做不到呢 就赖在这个位置上面 不要走 直直直直到这个做到为止 对 做到为止 对对对 你想要实现吧 对不对 既然大家都拥护他 要拥护他 到到底 第四个这个 还有个问题是习近平是否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规则 我的回答呢 我想呢 这个是一定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的规则呢 其实也就归根基地是共产党的规则 不管怎么变来变去 不管是邓小平改了毛泽东啊 或者是 习近平现在改了这个邓小平的 其实还是共产党的规则 所以呢 大家都清楚 他们都是 一家人 一家人啊 不管他们互相之间 比如说 就算哪一天共产党 只要他还是叫中国共产党 他就是反毛泽东反邓小平 他们还是一家人 还是一活的 习近平是否要改变世界游戏规则 可能 可能吧 那么十九大会把中国影向何处 没办法说得很远 只能说近 要把中国影向习近平和共产党 这个未来还是 近的看还是习近平的 共产党的 你要影向何处去呢 只要共产党在 他就是影向习近平的共产党 带有习近平色彩的共产党 准确 谢谢 进入改革开放 现在再回来看这个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 中共与十九大于 这个中国的未来 一连串的这个谜要拆 习近平的这个思想 会不会录党章啊 习近平这个党内地位 会不会超过什么江泽民啊 甚至邓小平 黄群上会不会退休 黄群上会不会跟上一层楼 习近平会不会安排接班呢 我这个简单回答呢 就是我认为这个习近平思想呢 会录党章 十九大不录呢 二十大路 习近平党内地位呢 我认为不会超越邓小平 可能在某些方面会超越 但是会全面超越 这是我的看法 黄群上呢 我认为会退而不休 他会在岛内做某种重要的工作 十九大的这个新人路场 新人会路场 但是这个新人呢 不是以接班人的身份路场 我是这样认为的 总而言之 习近平本来也没有考虑好 要不要搞毛泽东市的独裁 目前只是习集权 而不是毛独裁 我认为习近平离毛独裁 还很远 还有很多路要走 工作要做 希望大家支持 十九大会破哪些规则 立哪些规则 规则呢 其实就是老的规则 就是中共老的一些 坛坛坛坛的老规则 旧规则都是老人 旧人们制定的 但是呢 但见新人笑 哪闻就能哭的今天 旧规则老规则 面临这个习近平的挑战 打破这个旧规则 与建立新规则之间 中共的十九大即将召开 大家翘腾已判的事 翘腾 翘腾 现在是翘腾 翘手没意思了 已经 我想大家猜 大家猜什么 就十十九大上面 习近平会破哪些规则 立哪些规则 大家都在看 按照我的话上呢 就会 习近平会牛 哪门子 央哥 央哥的舞步呢 是怎么弄的呢 我来告诉你们 你们谁会跳央哥舞 央哥舞呢 不管是他这个脚 往前踢 还是往后勾呢 或者他是高唱 这个改革开放 还是这个 说这个民族夫妻呢 其实他这个脚 最后还是落到原地的 他不会挑到这个 武场外面去 还是在原地打转 所以呢 共产党再怎么做折腾呢 其实还是共产党 当年邓小平夺了权力 破了毛泽东很多规则 比如说费党主席啊 破这个政治局常委的中生制啊 费这个计划经济 这个隔代这个利益集体领导制度 隔代指定总书记 什么等等 胡锦涛和江泽民呢 因为形势所迫 那时候不得不消归朝随 到了习近平一代的自然规律 作祟斗 这是我认为是由于自然规律 造成的 渐变开始 逐渐的变化开始 改规则开始 相信如果习薄熙来上台 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呢 毕竟没有发生政变 也没有发生到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之间的 这个大大转换 所以呢 注定了只会渐变 这个规则呢 它会逐渐逐渐变 但是要强调的呢 无论是这个矛盾还是习近平 他们所立的新规则 无论他们怎么 他们的新规则之间 无论如何 不管怎么样 它好像看起来是 矛盾对立啊 水火不容 但还是共产党的规则 偶尔会应 权力斗争 损害中共的威信和地位 但是一旦斗争有了结果 胜方胜利的一方 他一定会实行修养生息 就像 这个华业政变以后啊 他会 他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宽松政策 我认为它是因为内斗 造成了这个内伤 所以呢 他们修养生息 重新挽回共产党的 这个颜面和荣誉 七个问号 被我简简单单的回答了 换下来 我们换个角度 看一下十九大 来看看十九大 这个总设计师习近平 习主席最重要的谜是什么 他到底留的是哪门子样格 有人猜习近平 是先集权后民主 去献救国 救党 救民之路 七十八大之后 有人说习近平会先作文几年 然后再搞政治改革 有人说 你现在不要要求这个习近平 搞政治改革 人家权力还没到手 那么还有人说 习近平他父亲 习仲勋是改革派 所以阿出来的儿子 肯定也是一个改革派 至少不会开的历史倒车 最近有人说 习近平是不是聋了哑了 你们怎么放任王岐山 孟建筑搞这个道国贼切国 他们要搞政变 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我跟习近平说了 习近平说了 我当然知道了 好吧 我们换一换角度 换个角度 假如我是习主席 会在十九大做什么 假如我是习主席 我会反问你们 我不集权 难道集邮票吗 我当然集权了 我吃饱了 干这个活 坐在这个位置上面 就是搞集权的 准确 对 党把你选出来 就是那集权的老兄 不集权难道做第二个胡锦涛 对不对 康克薄熙来吧 他的下场就是权不够大 对不对 我不集权 权集我 回头看 毛泽东当年集权成功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 从胜利走向狩链 打到打赢了这个解放战争 达到这个国民党政权 刘少奇也就是因为集权 没有集到喜马拉雅山的朱姆拉马峰 他只到只是集到八千米的大银啊 好了 被朱姆拉马峰干掉 为什么 集权不够嘛 没集权嘛 对不对 习近平集权 天津地 所以你们不要骂他 天津地啊 就好比商人集权一样 集权一样 共产党专制 党中总书记集权 本性本质实难 共产党不专制 总书记不集权 天津地灭 昨天呢 我在推特上面写了一个小段子 小猪 猪店的一个小猪 小猪说妈妈 人类为什么要吃我们 人类吃猪肉 猪猪 这猪爹的 猪爹爹说 是出于对我们的恐惧 因为我在晚上看到老师说 共产党对我们的恐惧啊什么 那猪妈妈说呢 说猪妈妈反驳猪爹 说恐惧个屁 吃我们肉和我们血 是人类的本性 所以呢 我想介绍 让你们知道 希望大家知道 共产党的本性 就是要迫害人民的 它不是因为你们 或者反抗 不管反抗 或者你们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有很多人说 因为什么样 所以呢 共产党对我们进行仗 有人说 习近平你过来 我跟你聊聊几句 习近平和某一个人对话 他说你呀 集了权 想干啥 就是干啥的时候 你有了权 你为什么不干民主呢 习近平回答 习近平说 那干民主有什么好处呢 对不对 干民主你可以得到 得炸药奖 对不对 习近平问 得炸药奖 有什么好处 炸药奖 那么这个人回答说 得炸药奖 可以有100万美金 但是这个人说出100万美金 就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搞100万美金 很简单嘛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其实是 是很清楚 他知道 他如果提名高民主 那么共产党其他人 肯定一定要把它录下去 那换一个人来做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 是我认为是不可能 我们谈中国的这个未来吧 好不好 谈中国的未来 必须认清中国的现在 你看清中国的现在 你才可以谈中国的未来 问题是 对中国的现在 有很大的分歧 换句话说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不同的人 对当今中国的立场的看法 我的意思是 谈中国未来 其实中国未来是掌握在 现在的人怎么看中国 中国是个什么东西 我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国文国 不是指其他概念上 在这个中国 今天刚巧是10月1日 我想对大家说一句 这个国家不是我的祖国 虽然我生长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我的故乡 但是这个国家因为是中共建立的 所以我不承认那是我的祖国 同时我也不会认为中华民国是我的祖国 因为中华民国不承认我是他的共鸣 我趁他们到祖国干嘛 所以我这是对国民粉的抱怨 国民粉你们到中华民国去 去问他要一本护照 中国是1949年有中共建国 一直到现在 他就在哪里 真实不虚 真实不虚 他的中国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 也真实不虚 这个真实不虚的中国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人 不要说 别说点 不同人有不同的结论 有不同的看法 没问题正常 但认识中国的本质 无疑有助于明辩是非 中国是目前 中国是目前上世界最大的极权国家 中共是中国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当领导一切五个字 鲜明地阐述了中国的根本性质 但有些人假装看不懂 为何 因为人民共和国 人民当家作主 全为民所负这些说法 更能欺骗迷惑中国的百姓 有利于维护 继续维护他们的专制统治 什么样的人会把人民共和国 人民当家作主 全为民所负当成 真的一样 从这样的角度看待 中国批评 评论中国 甚至批评中国 有谁 有多少人 会从 这个国家是 人民共和国 认为这个国家的权力 就像习近平说的 全为民所负 这个概念去 去看待中国人 我想很多吧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一些人非常严厉地批评共产党 但是他们 批评共产党的 批评中共的口吻 是在假设 中国政府 中共 是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政府 而不是一个极权国家的政府 他们批评中共 批评这个国家的政府 他们只是从某一个方面 比如说 他们说在法律方面 他们说 你这个做得太不像话了 某件事情发生了 他们会就这样说 他们说 你们没有法律意思 太 你们执法犯法 你们知法犯法 这种人呢 我认为其实在用一个套路 在否定 否定局部 的方式 在肯定全部 网络用词就是小骂 大帮忙 这种人大行其道 非常有市场 国内大多数的工资金 海外大多数的异议人士 都擅长玩这一招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 应该有 中国的利益 既的利益阶层 从政治局委员 副国级的干部 到线团级的 这个既得利益者 他们是怎么 看当境中国的 他们希望能够 保有已有的权利和财富 加上转移财产 转移子女后代 他们对中国的未来 是怎么设计的呢 他们的对中国的未来设计是 共产党领导 加上依法治国 因为共产党领导 有利于他们 巧取豪夺 依法治国 有利于他们的财产和生命 有所保障 差一分钟 你赶快说 这么惨 他们 所以呢 不提推翻中共 不提推翻共产党 而只想依法治国的人 一定是既得利益者 他们也是政治改革 最积极的群体 还有另外一种社会群体 他们是政治改革的积极分子 谁呢 大大小小的所谓工资 社会精英和艺人士 包括一些民营分子 他们为何是政治改革的积极分子 因为他们 因为改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他们是职业改良分子 唯有改良这种社会变革的方式 才能是他们的能力 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和施展 有一句话叫 习的文武裕 卖于帝王家 在修身骑过治天下 而治过平天下的这个 鲁家思想洗脑下 知识分子做梦 都想有朝一论 能够沙发只做一半 撤着身子 撤着身子干嘛呢 面对中共最高领导人 苦苦婆心的劝他们 如何当一位民军圣军 国事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知识分子 如果自认为知识分子了 你们听好了 你们的国事是 做一个当一名国事是你们最好的归宿 比如说王沪宁 所以有个王沪宁的同学 要在战三的上述习近平 强烈要求弄个军技处 行走的差事当道 当然了说一下什么是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就是掩护既得利益集团 安全软着陆的方式 以达到保钱保命的目的 但是习近平 主政是五年过去了 政治改革没有丝毫动静 怎么办 共产党里面的清流 当然一点办法都没有 元皇杂志被接管了 第二个胡耀邦赵紫阳还没有露面 仰望星空的影帝也吸引了 唯一享有清欲的王烟王 突然间变连成了党内最大的盗国贼 清流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他们心里可没闲着 他们继续做他们的梦 共产党干部都是交易入室的 他们的梦是什么呢 有很多共产党干部 他们这个 结束了 要结束了 要结束了 同志们 向你们告别了 总书记不能走 书记不能走 还有一分钟嘛 中国未来20年到30年 要么中共继续统治 要么四分五列 继续统治是稳定态 我认为中共继续统治 是一种稳定态 是高压下的稳定 四分五列也是稳定态 是没有压力的稳定 最不稳定是什么呢 最不稳定就是 王军涛博士他们认为的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的民选政府 既要高畅 既要高畅民主自由 提倡人权平等 又要镇压各地独立 杀人放火 里外都不是人 我认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民选政府 仅仅是一个过渡形式 最终还是走会走向中共式的专制 或者四分五列的这个独立 形成刘大使口中的诸亚和诸夏的德局 后面那个陈创创先生和伊丽莎提先生要上来准备 好 好了那我去找 谢谢 谢谢大家 河岸泛博士他维护自己的自由 我想不到他两分钟的权力 因为我们时间太紧了 但是他坚持维持自己两分钟的自由 来 洗手工话阶层文章 河岸泛先生的讲话进不精彩 进去 好 我读过他的洗总日记 他是洗总日记创作领导小组组长 河岸泛先生 他花了四年的时间 每天写一篇洗总日记 揣摩洗总的心理活动 他呢是个医生 还是个曾经是个外科医生 所以呢他呢会从心理上去 心理上去揣摩那个习近平 在那个拿那个外科手术刀去 剖解这个习近平 所以呢他写了1600篇的洗总日记 我读了他几天 我觉得这个人 思考问题看世界都有不同的角度 我以为你要说这个人不是人 我觉得他的东西值得一读 我强烈推荐 然后呢我就把他推荐给胡召基金会 我说你们这个主题啊 应该请何总来讲一讲 请组长来讲一讲 今天果然非常受欢迎 我的推荐是正确的进进 谢谢谢谢 他这个最主要的是 他是这个变身啊 何席变身 非常值得一读 他今天讲到的 我都我我 其实我昨天晚上看到他的东西 我就觉得有很多话要说 他讲的那个 就是看问题 就是要看共产党的本质 他的本质是中共的一档专政 所以说呢 看到他一档专政的本质 你不要去讨论他 这个是正确的 那个是不正确的 也不要去讨论他 某一部分是正确的 大部分是某一部分是正确的 小部分是不正确的 那么就是说 小骂大帮忙 我觉得他这个非常深刻 但是呢有一点呢 我要跟何先生商榷的啊 你说是一旦斗争有了结果 盛方一定会实行修养生息 重新挽回共产党的颜面和名誉 重整信心和形象 你看吧 博士来一伙关进笼子里了 腐败并没有停止 王岐山更忙了 姐夫们更欢唐 所以你说他要修养生息 重新挽回形象 我这一点不同意 上海话说是留一脚 他说那个讲的那个 就像一个人有了外遇啊 总是把重心留在后脚 留在家里 把前脚探出去 以这个前脚的距离为半斤化缘 怎么连他都会把脚会收回来的 留在后脚上 这就是共产党的改革 他们的本质是专制 他都是留在后脚上 这个半斤不会改变 共产党的外遇啊 共产党的外遇 他们也想宪政民主嘛 他们只是把重心留在后脚上 把前脚探出去 那个 很多东西啊 大家都听了 反正我是昨天想想 好 向教授说他等不了50年 更等不了100年 社会变革呢 是动态的 我想起来 18年以前 我们有个王策博士 怀窜30年不变改良案 跑到中国大陆去了 向北京上书 在杭州被抓起来了 判了四年徒刑 我们真的好天真 太天真了 喊了几十年了 王策呢 付诸行动了 他被抓了 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习的文武艺 卖于帝王家 是何总说的 如果说王策的上书 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 那么王沪宁的同学 就是想混个清流 就是清清白白的流氓 没时间了 没有了 一分钟都没有了 一分钟都没有 我就不说了 建议大家去读读习总日记 谢谢 谢谢